为了协助在日本的台湾人回到台湾来 这外交部协调了航空公司 开出了票价低廉的加班机 华航方面呢 也同时宣布到三月底为止 所有从东京返台的班机 票价都会比照外交部的包机 也就是说即日起订票的话 从日本东京返台的民众 都可以用一万元左右的价格买到机票 至于长荣目前还没有表示要跟进 而这个班机的票价呢 还是依照原本公布的票价来销售的